最近有个电视剧很火讲的是一个已婚多年的女性 嫌自己老公窝囊不挣钱 于是吵来吵去最后最终还是离了 但是这个女人被一个霸道总裁给爱上了 这么一个故事 看似荒谬 但是喧嚣沉上 大家都在讨论 咱们也来聊一聊 她好像很多人是说这个男人不挣钱就该死 但是一想好像也有一些道理 那是啊 你没钱为什么要生孩子呢 有时候我家亲戚的孩子都问我姐我哥 老说家里没钱 没钱为什么要生我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明清时期怎么回答 那个时候古代是为了家族兴旺 天上有祖先保佑 你将来也能入祖坟 所以生的你 所以这问题不用问 西方是因为受上帝庇护 神真爱的儿女 你也一定会受上帝庇护 所以这是你的福气 好好享受吧 但我们现在这个问题没法回答了 那都是建立在现实的物质基础 没有人在乎这个精神需求 那这样一来的话 恐怕我想也就会自然而然的加固女性觉得没钱 你就不该娶我这样一种概念 那更不可能给你生孩子 让孩子跟人一块受苦 吃苦要饭 受罪 那是吧 这么想也是合理的 甚至对有些人的潜台词来说 变成婚姻就应该是一种富人供养的一种情况 我也在想这也不能完全说是完全不合理 但是这个也不止针对女性 它对男性也是有效的 因为明清时期 这个金钱和权力向来就是相互绑定的一种关系 富家女一定会在新科进士放榜之日那一天 马上找到你 为什么当时很多男人会当父亲郎 你考取公民的当天 那些官宦人家的小姐 陪着这个丫鬟太太 老爷都直接上门去找你 劝你休妻呀 你哪个男人能扛得住这种巨大的这个诱惑呀 因为当年那个社会它除了做农民 要么你就做官 要么就上战场 你要是不想上战场 你也不想当农民种地 那你就只剩下考取公民 最低你得考一个秀才 最好是举人 碧人的祖上曾出过一个秀才 就是我爷爷的爷爷那费了老劲了 那才是初步进入世大副阶层啊 那是清朝末年嘛 你可以免除摇曳 见知献不贵 就是有基本的收入 恐怕才有资格娶媳妇 就其他的工作 那鸡一顿饱一顿的 那就变成了那些成千上万 冻死饿死的普通的平民了 为什么咱们说这个犯禁重举 当时就疯了 它涉及到一个将来自己的幸福 能否稳固 也涉及到自己的婚姻 能否稳固的一个情况 你是你没重举之前 那你就断子绝孙啊 你就别想结婚了 谁嫁给你 嫁给你第二年也得离 那是都没跑的 是那个狮子过不下去啊 那肯定是没媳妇 要不一中举就疯了 为什么 三年之后他不只是举人 三年之后他中了进士了 如临外史里面写啊 他当了一个什么官员呢 山东学道 等同于现在大概是省部级官员 是不是啊 这个省级教育厅厅长 俩得四平官啊 还这么一想的话 那你比这个贾宝玉他爸 公布袁外郎才从无品 那比他还厉害 那是恨不得你再努努力当皇上了 那是得疯了 一下从段子绝孙变成子孙兴旺 祖坟都抢着要你啊 是这种感觉 就所以到那个时候 还存在说媳妇会离你而去吗 还存在说媳妇不给你生孩子吗 彻底来了一个大翻转 就变成那媳妇肯定跟他说 那你就说吧 你想要几个孩子 他都不说几个 就几窝 你要几窝你生几窝 你别看不起老娘 老娘能生着呢 就这种感觉 就不存在婚姻不稳固的情况 那绝对稳固 但是到这个时候 男方往往变成父亲郎 他要追求更大的一个靠山 就所以就追求当地的富商啊 当地的官患的子女啊 就变成官患对官患天造地设 一个有钱的对一个穷的双向奔赴 就变得很难了 所以还有一个网友说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啊 现在穷人进入婚恋市场 就等于加烂了女性 找富人的这个筛选成本 是吧 我得筛多少遍 我才能把你们这些穷人 给筛出去啊 这不是砸人饭碗的事吗 你是当然让人恨得咬牙切齿了 你让我们姑娘们都不好找对象 潜台词也就是讲 穷人不该掺和婚姻这种事情 那咱们说个题外话 咱不谈婚姻的稳固性 咱们还是回到剧中的情节 这男主他作为一个拿着死工资的公务员 就是这个女方对金钱有如此的要求 你对一个普通的北京公务员 你天天催着他挣那么大的钱 你催着他那么上进 你不就等于旁桥侧击的让他贪污腐败啊 对吧 他除了腐败 哪还有别的途径啊 你这早晚监察部门找上你们家啊 再一个 国产影视剧的这些创作者啊 咱说白了 多多少少有点脱离群众啊 你多么的不清楚 现在社会的现实真相 你多么远离社会运转的真实逻辑 咱们看这三个男主啊 一个是上市公司的副总 还有一个是这个985的这个朔博啊 怎么着还带编的 这个机关的公务员 还有一个是年薪百万的大厂的程序员 仨还都是北京户口 这个竟然成了编剧眼中的底层的这个凡人囊了 是不是对这个底层的这个概念有什么误解啊 底层最起码应该是每天当牛马早八晚午了吧 或者是自己的子女只能当留守儿童的这些失业好几年 一身饥饭这些人吧 就这我还没说这些身患重病无法就医的睡桥洞的 参与黄独独三河大神那帮人呢 这么庞大的一个底层的群体 这编剧大概可能也是看不见吧 所以为什么看不见呢 大概就是这个群体 我分析啊 就是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油水 值得被收割 所以不会拍这种剧 就好像国产剧收割女性一样 所以我们说到重点了 我们这么爱看这个剧 它有什么现实的意义呢 我觉得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就是帮着人家收割我们自己而已 霸总的目标可是一直在改变的 从最开始你们发现没有 霸总的标配是年轻漂亮的不按事事的女大学生啊 后来变成有一点心机的这个女富二代了 这接着之后又再改变 随着年代的推进 霸总的目标又变成了初出茅庐职场的菜鸟傻白甜了 这有一些工作的女性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又变成了在大公司工作好几年的职场精英女性 后来又一度变成了更加精英的 更加有点诠释的这些这个职场女性 变成了霸总的真爱 前两年霸总又变了 霸总的目标又变成年过三十的职场 这个老精英大龄姐姐了 然后开始玩姐弟恋了 再之后又再变 霸总的目标还在变 变成了就是这个结过婚 生过孩子生过好几个孩子的 所以说这个为什么他们也在变 到最后更离谱 霸总就开始就是开始搞母子恋了 就开始接近大龄的更年期女性了 我估计再过两年 很快就目标会变成中老年有退休金的女性了 所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一波一波的就是在耗羊毛而已 羊毛得耗到啥时候是个完呢 没完没了 那过几年霸总准得爱上带孙子的我呀 我正在家带孙子呢 被爸总爱上了 你说这事闹的 怎么办 又高又帅 抗拒不了这个诱惑 男性也一样是被收割的 当年那本书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是不是 讲奋斗 讲革命 后来金庸古龙 这假一帮 就是有一绑子力气 但啥也不是的 这帮70后80后幻想 我也能有一天练成爵士武功当大侠 你真当回事啊 这个不应该吧 于是电视里面他还鼓励这样的榜样 各种气功大师 心口碎大师 80年代的电视 真的总演这些 什么各种法师 一灯法师 海灯法师 这特别多呀 所以现在不了 到了现代 还是飞天顿地 仙侠 还是打击 你发现没有 打怪升级 爆装备 变成了现代的男性的最爱的题材 网络游戏的套路嘛 就说白了 就是大家都是游戏玩家而已 当然就会有这种代入感了 就觉得自己打游戏 我打出境界了 是吧 这不其实就是跟七八十年代 幻想自己成为气功大师 是一个套路吗 到最后我们发现啊 只有气功大师 人家大师本师才挣了钱了 我们练气功折腾半天 啥也不是啊 我们你还真能练乡龙十八丈 所以我最后总结 甭管作品好看赖看 那精彩也是属于人家的成果 咱呀就别跟着瞎掺和了 我们观众最后 就顶多就是唠的一个 一直被收割的份啊 所以说这个问题 你怎么看呢 多多给我留言吧 我们一起讨论讨论 好 这回先聊到这 好 好 好